亮剑 家门不全子 李云龙赵刚死后 他们的六个孩子一笑下三大笑 说起亮剑相信大家一定十分清楚 作为我国抗日电视剧 种种不可被逾越的高峰 在这部作品中 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李云龙 赵刚以及他们的老对手楚云飞 不过不同于电视剧中的一些场景 今天我们盘点一下 关于亮剑中援助中的后霸部分 李云龙 亮剑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抗日英雄 他的一生极为光明磊落 并且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战争奇迹 他和丁伟 孔杰的三人组合 更是被誉为了近西北铁三角 大李云龙一人日本军队就开出了十万大洋的天下 在这个时期中 李云龙硬是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 并且最终成为了一名烧将 当然对于这个职位 李云龙并不十分认可 为此甚至于联合定位等人大闹了南京军事学院 但在他老上次出现之后 三人立刻没有了脾气 乖乖接受了这个职位 而在这之后 他就开始行一轮的战斗 不仅组建了属于自己特种小分队 并且数次给予自己老对手楚云飞打击 不过李云龙的结局却是十分的悲惨 最终不堪重辱的他最终选择了在家中自杀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李云老师不可能成为一个逃兵的 李云龙死后 他的妻子田宇也选择了自杀 最终留下了四个孩子 赵刚 李云龙一生最和全的政委 是他一生的朋友 赵刚在原著中被调往总部后就很少出现 其中让我们印象 最深刻的莫过于李云龙受伤 在那次出场中 从不落泪的赵刚哭成了一个类人 在原著的后半段 赵刚由于不检举上司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被人批斗 在这个过程中他更是发表了震惊四座的演讲 最终他和他的妻子 一同走向了自己的理想世界 在赵刚死后 李云龙听到这个消息 一夜白了头 并且扔倒了过去 赵刚死后他留下了两个孩子 在李云龙临死之前 他的好友定位已经先台而去 而赵刚死后 他的两个孩子 也交给了李云龙抚养 此外 孔杰曾经秘密拯救过李云龙 但却是被李云龙拒绝 但在这个过程中 李云龙将这六个孩子 全部托付给了孔杰 数年之后 在李云龙的故事 一位泰湾商人让几个陌生人 参观了他刚买下的这座房子 而这几个陌生人中最初是两个上校和一个少将之外 其余的全部都是大校 看着几个哭成泪人的陌生人 这位台湾商人心情 也是久久不能平静